不清楚 有沒有吃過在這裏上班 沒有 四間都沒有吃過 沒有吃過 你有沒有吃過 沒吃過 我一間都沒吃過 沒有 好 麻煩你 你好 我是米子頻道的Fiona 可不可以看你們幾個 我其實… 好 麻煩 麻煩 每個人都很痕色匆匆 沒想過原來在港道區做街坊是這麼難的 不知何時開始 質魚蔥變成了辣沙的小國 連同早前結業的小糧夜 一共有五間主打辣沙的小店 辣沙在馬來西亞有非常多不同的種類 在香港較常建議 就是以不同香料炒製 加上少許椰奶製作的咖喱辣沙 質魚蔥現在有四間辣沙店 清一色都是賣咖喱辣沙 分別是航仔小店迷湯 由柴灣公下起家 明治好特別的馬來亞春色陸野景致艷雅 還有徐心 和連鎖店蝦麵店 街坊又喜歡哪一間呢 Fiona 去問一下吧 你好 我是米子的Fiona 我想問一下這裡這麼多辣沙店 你覺得哪間最好吃 辣沙店 沒吃過 馬來亞多好 一些湯底 對 主要的 湯底是怎樣的 湯底我覺得比較濃 不太記得名字 但是小店裡有一個小店 迷湯 發過座位的 迷湯 有蜆有蝦 足料一點 我覺得 我覺得迷湯比較好吃 足料一點 還有濃味一點 接近馬來西亞味道多一點 不會稀微 我覺得好味一點 我個人喜歡蝦麵 因為我喜歡沉沉 它幾種麵混在一起 比較多街坊提及的是 迷湯和馬來亞春色陸野景致艷雅 但拒絕訪問或者表示沒有吃過的街坊 就佔了大半數 更是沒有街坊同時吃過四間店舖 現在我唯有再上網去喇沙關注組 開個帖文問一下有沒有人投票 唉 我這次認輸了 這個帖文有人留言讚迷湯 徐森和馬來亞有讚有彈 還有人表示 認為已經結業的小量野質素是最好的 這次我們請來馬來西亞人Nicole去實試 她2007年駕來香港之後 因為好主得 十年前創立自家品牌 Nicole's Kitchen 賣自家果醬和醬料 這次質如蔥 喇沙大戰 我們就找來馬來西亞人Nicole 來做一個嘉賓 其實喇沙對於馬來西亞人來說 有多重要呢? 其實跟香港的雲吞麵 是差不多的地位 每一天都想吃一碗 你會想念它 如果有碗好的喇沙 要具備什麼條件? 我覺得所有東西都是一樣 一定要均勻的 喝下去是有很香濃的香料味 也有椰奶味 但不要太多 還有鮮甜的 因為有很多蝦的味道 我們今天要挑戰四間 哇 很開心 我昨晚已經開始準備了 就是午食晚餐 午食今天的早餐 好 那我們去吧 好 去吧 好 去吧 去吧 好 今天我們約了你幾點 十二點 因為這間店只有八個座位 所以我早了三個時間來等位 你現在看到那三個時間 其實已經坐滿了 但原來它不是在外面的街 你看到街和街之間有一條巷 就是在各個巷裡 你看到很多人又有香味 所以你走進來就可以了 好像只有師傅一個自己做 其實它也是主力 主工的幾樣東西 就是肉骨茶 垃圾 還有餘寶街 對 Niko說在馬來西亞的店舖 只會獨孤一味賣肉骨茶或者垃圾 但在香港可能貴租的關係 賣垃圾的店舖通常都會賣肉骨茶 既然肉骨茶也是小店的招牌 我們就訂一次過嘗試了 二度空間的贊助我們這個片中的口罩 多謝 那我們現在表演脫口罩 我們現在脫口罩 一 二 三 我覺得那個喇沙一拿上來 真的很吸引 很吸引 對 即是一個很打卡的 很想打卡的衝動 這個很熟 很熟 很熟 它是挺正宗的聲音 但它不是本身 不是那種 紅東東的豬坑 不過我寧願這樣 對 因為高風險 對 這個垃圾 馬來西亞會直接用來煮 真的很香 要侵 對 香港就選了一段時間 變成侵侵 第一馬我們就沒有說侵侵 我們說 油麵侵米粉 油麵侵火粉 油麵侵甚麼粉 油麵侵甚麼粉 我們會這樣說 來到香港 可愛了 侵侵 可愛 好可愛 我先試試 很吸引 配料都齊了 對 配料挺豐富 有 有沒有湯 我沒有喝過 我覺得偏淡一點的味道 很香 但如果辣度一到十五 一到十是三 不過我覺得野奶的味道偏淡 沒有那麼濃 但有時候我自己這樣說 有些人不喜歡吃得太焦的味道 是 這個挺輕盈的 尤其是香港人 我猜不是每個人都喜歡吃野奶 馬來西亞都是新鮮的野奶 所以你會看到 你的湯 如果進去看它的煲 它的湯是一塊塊的 一塊塊浮出來 你會看到有些 不是很大塊 就是一塊塊浮出來 你會看到有層次 那些脂肪全部浮上來 是 很吸引 嗯 我覺得整體都不錯 是 至於肉骨茶 有很濃的藥材味 Nicole 若嫌入口偏苦 但用新鮮的豬肉 值得一讚 垃圾相對較出色 一眼看光 只有八個位 Ryan 的小店 只是開星期一至五的午市 星期六日和公眾假期是休息的 每個星期只有一天 星期四是做晚市 作為飲食業來說 都算是奇花了 可以開場一點嗎 其實因為我現在店舖的 運作規模比較小 所有的操作都是自己一個人做 所以其實準備食材 買食材 製作 招呼客人 收錢 賣單 清潔 所有事都自己做 所以 暫時 現在 這個操作時間 是比較合適 迷湯開業八年多 本身是由一對夫婦經營的 Ryan 在六年前頂釀 獲存受製作配方再改良 營業時間 就一直不變 現在它三個套餐 每日賣大約九十份 喇沙是偏辣少少的 正常是偏辣少少 比起一般的話 椰漿那邊 就要來調校那個辣度 其實調校辣度之餘 椰漿下去 就增加那個椰香味 椰香味加上那個辣味 兩個做個平衡 有機會 你去哪間餐廳吃飯 說吧 去哪間餐廳 馬來西亞春色綠葉影子 我已經記不到了 馬來西亞春色綠葉 很嚴重 很厲害 今晚請你吃 你出來聽聽 馬來西亞春色綠葉影子 很厲害 我認得了 我有看的 你是不是老闆 厲害 有粉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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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認得了 我其實想放射十字 但她認得了 我是否放射不到 我隔壁也放射 雖然我們被老闆娘認出 但絕對沒有優待 我們在中午1點到達的時候 差不多等了15分鐘才入座 我們剛剛叫了這個泡飯 還有蘭沙 再試肉筆茶 我們剛剛叫了 就讓她送過來 還有森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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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魷魚 還有一個是巴東牛肉 我們在哪間餐廳吃東西 不看名字 馬來西亞春色綠葉影子 很厲害 差了六夜兩個字 的確 這個營燒方法真的很OK 好 米枝更長 米枝 米枝 有多少個米 快點猜一下 謝謝大家 我們叫了兩碗的 喇沙 其實它都有醬料 在筋上面 這個是森巴 其實這碗是海鮮加這個 這個有魷魚 這個是森巴魷魚 這是森巴魷魚 很搞笑的 你看到蟹柳 錯了 我覺得蟹柳 這個蟹柳是油果 在日本油果 還有一些魚蛋 但是魚蛋好像是切了 放上去 它不是真的浸在一起煮 它這個魷魚 森巴魷魚 它不是新鮮魷魚 它是白了的魷魚 我以為是新鮮魷魚 我以為是新鮮魷魚 它的調味如何 沒有什麼味 不過是辣 原來飯呢 它垃圾蠻好吃的 它垃圾蠻好吃的 是嗎 它垃圾蠻好吃的 但是它感覺是比較濃 沒有麵的那麼濃 再放上去 嘗試湯底 湯底好吃 夠濃 這個是… 明顯是濃多 明顯是濃很多 有層次的 也不是… 少許辣 比剛才的辣多一格 四度 巴東我們就叫人當 其實是人當 有些人 人像的人 當下的當 人當 包刀牛肉通常會搭配垃圾 還是獨立小菜? 這是獨立小菜這樣吃嗎? 獨立小菜這樣吃 不會搭配垃圾 這是賣點 這樣做得不錯 一會兒吃豆腐 我可以說第一次吃這麼多料的垃圾 我覺得一個女生吃一碗垃圾 應該很飽很飽很飽 Fiona和Nicole看到肉骨茶 已流傳了三代的配方作為招來 他們都忍不住要嘗嘗 肉骨茶最正宗的食材是怎樣 壓鍋 最正宗的食材應該是壓鍋上 因為你知道所有的藥菜湯 一凍了就不是那回事 這是金草濃味 偏甜 偏甜 但它是金草味濃 它不是藥菜味濃 第一口的印象 金草多 它是甜 如果在馬來西亞是否正宗的味道 正宗的味道一定是有藥菜味 但不能過苦 也不能過甜 是中間味 我們的食材偏甜 但我們沒有下糖 純粹是藥菜本身的甜味 原本從事時裝行業的Nikola 得到馬來西亞華僑外供的肉骨茶秘方 回到香港在柴灣公廈開店 輾轉再在質魚蔥開分店 不過柴灣公廈的店 因為租約期滿 今年年初已經停業了 這裡應該開了三年多 我開的時候就不多 不知何一開了就很多 我也覺得很多 為什麼會改一個這麼特別的名字 因為我們想改一個名字 就是被人一聽到 就覺得是馬來西亞的食物 但是又想那裡開心一點 聽完也會笑 看到這個歌詞也很反映到 我們香港人認識的馬來西亞 但是馬來西亞人是不懂這首歌的 我們通常店舖就會叫馬來亞 因為叫不及那麼長 我本來想回來香港開一間肉骨茶店 但是我們馬來西亞就是 只是一間肉骨茶 只是肉骨茶 沒有其他東西買的 我想過在香港這樣開 但是應該會被人投訴的 所以我就覺得 不如加上喇沙 但是喇沙我本身都不懂得煮的 我就在馬來西亞那邊做食 試食 跟著母親和我們去試食 她到處幫我問問那些朋友 就說 你那個喇沙怎麼煮的 譬如我試了十檔 然後我問問問問 我還知道你要加些什麼 我自己試了自己的喇沙 導演還沒喝到 要個海鮮喇沙 要個鴨多士 其實沒有盲鏡是我們自己盲 哈哈哈哈 一來到又是看到蟹柳 我在你面前先 建議大家 同行那些 如果你真的要做海鮮的 蟹蝦蜆都可以放 如果你覺得成本貴 你就賣貴一點 但是蟹柳是不應該放下去的 真心 對 不過她的配料 相對上 我覺得好像不算太正宗 對 應該只有米粉選 是嗎 沒有油麵 沒有油麵 OKOK 然後 還有沒有絲音 海洞 海洞 你覺得呢 好像泰國的辣沙 泰國辣沙 泰國辣沙 味道很濃 很濃 而且你看到它 都是很白的 白小的 白小的 白小的湯底 它的香味的層次不多 例如香茅 乾蔥等 一堆食物 那些食物就不太香 比較薄 你自己呢 我覺得 剛才喝了一口湯 我覺得有點柔 一喝就覺得 我應該會吃 因為你說的那種 椰奶味太濃 對 一椰奶味濃 一椰奶味濃 你就會覺得很膩很肥 就吃不到 嗯 乾蔥應該不是自己做的 但是牛油很好味 它這樣配法挺好吃 嗯 它OK 裡面有夠厚又夠軟 有多好 嗯 我想問你們 在這裡開了多久 嗯 六年左右 我們 這些那珊是自己打的 自己做的 沒有什麼添加劑 防腐劑 有些材料新鮮 偏好是做一些 泰式的那珊 還是都是 新加坡 新加坡 是 新加坡 但是是否椰汁的比例比較多 是 大概是多少 大概是多少 這是秘方 既然它招牌也是蝦麵 我們就叫蝦麵 既然它招牌也是蝦麵 那就會有蝦麵 對 嗯 嗯 我挺喜歡的 嗯 如果是四間來的 這間湯底我覺得挺好 嗯 但是第二間呢 我覺得是 是真的 很濃郁的 是漂亮的 第一間就是輕盈 這間也好 你喜歡嗎 我喜歡 喜歡吧 所以這間湯底來說是平均一點 你會不會太鹹 不會太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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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對 我很喜歡這間 那蝦麵呢 通常有什麼特色 蝦麵真的有很多蝦 很多蝦 有辣味 但它沒有野奶 就輕盈一點了 不是的 很濃味 輕盈一點 你說脂肪的含量可能是輕盈一點 但膽固上的含量不少 哇 蝦麵通常哪裏會經常見到比較濃 奔承 奔承 奔承你隨便買一間蝦麵都很好吃 奔承是一個美食天堂 我很喜歡奔承 我喜歡吃蝦麵 而且它的湯很有濃郁的蝦味 嗯 對 很濃郁 但記得不是腥 它濃郁但一點腥都沒有 它是鮮甜的 還有呢 有一點點辣味在裏面 但是它不是那種椰奶的味 跟椰奶沒有關係的 挺好吃的 我都給這個挺高分 我們馬上向店員查詢製作配方 但因為老闆在荃灣的工場 只能作電話訪問 你們的店鋪開了多久 我們本身在灣仔的重點是2000年開始開的 然後如果是魚蔥的話 我們應該是17年開的 剛剛今年搬去這個新地址 蝦麵一出來很香 嗯 對 那垃圾的味道調得非常好 不過我們兩個有一致的一個小小的要求 一起說 就是不要要鞋柳 不要要鞋柳 明白的 明白的 就是要怎樣製作那個垃圾糖 都是要先炒的 我們那個咖哩料是自己炒的 裡面有十幾份香料 很見馬來西亞菜式各種香料 藍薑 蒜 洋蔥 我們用了三款不同的咖哩 來一起去調整了這個味道出來的 還有兩款不同的辣椒 我們在那邊學的方法 其實就是去用不同的味道去平衡整件事出來 那麼力圖我們終於吃完四間了 那有沒有一個 我的肚子都要休息 有沒有一個總瓶 我個人喜歡第四間 就是最後那間 但是最後那間 如果最後那間的賣相 和第一間混合在一起 那就很完美了 那就完美了 好 今次多謝LICO 還有記得訂閱米子 記得 下次再見 拜拜 但我來到香港十幾年都好 我廣東話算是很好 我小時候看香港的電影 聽歌 自然會認識 客家人 說客家話 說客家話 我見到客家 周園發客家人 發哥 記得看我們米子 多謝你看米子 記得comment share和like我們的片 還要按鈴鐺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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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